今夜歪网票选全球最美女星TOP再次出炉 亚洲面孔占据多喜 Blackpink Lisa第三输底力热巴 冠军是绝世神言 不知道大家心中全球最美的女星是哪位呢 歪网票选全球最美女星TOP10 炸击奇遇季金玉珍 被誉为最美童星的金玉珍早年就已拥抱太阳的月亮 统一等剧打开知名度 并凭借云化的月光真实爆红 后续主演的便利店新星 闲热情的打扫吧都颇受观众喜爱 尤其前阵子的新剧与恶魔有约 更是让金玉珍元气急速飙涨 而金玉珍自小就因清纯的果汁像美貌受到瞩目 成年后外形更是美艳动人 实属从小美到大的高颜值同性出身女演员巫物 虽然竟排在末位 但在众多女神前辈中占据一席之地 已经是很不错的成绩了 看望飘选全球最美女星TOP9 支配屋种韩啸周 林富平女神韩啸周 早期凭借W两个世界灿烂的遗产等作品收获高人气 去年又凭借新剧MOVING艺能再度攀上事业巅峰 不仅精湛演技再度受到好评 在众多韩剧演员中 韩啸周可以说是实大实的 百变造型 在艺能中她展现与过往截然不同的角色形象 饰演超能力者李美贤的韩啸周 从年轻时期的特务设定 到后来当妈妈后的猪排店老板娘 超反转的人物设定 让人见识到她的演技实力 韩啸周的美貌也引起不少话题 而选美出身的韩啸周 本身就是演艺圈出了名的美人 有着爽朗笑容的她 有着微笑天使的美名 白皙皮肤搭上清新气质及温暖微笑 使得韩啸周深受观众喜爱 观众员向外网票选全球最美女星TOP8 BlackpinkGISU冠军 GISU的脸蛋清秀漂亮 五官精致立体 从眼睛鼻子到嘴巴都恰到好处 是非常典型的韩国美女 还自带一股清冷气 如今也以第四名 登上歪网票选 2024最美韩剧女演员榜单 而GISU继续雪降花后 以三年为活跃于演员圈 前阵子有消息传出 她将出演丧失 外网票选全球最美女星TOP7 TWICE SANA SANA凑齐沙夏 是女团TWICE的人气成员 如洋娃娃般精致的甜美外形 深受喜爱 她也被粉丝公认为美貌肥肃进化的成员之一 无论刚出道时 带着婴儿肥的圆嫩模样 还是如今的零死脚巴掌脸美颜 都相当讨 外网票选全球最美女星TOP6 芭芭拉帕尔文 威蜜超模芭芭拉帕尔文 在时尚圈有着匈牙利小恶魔的称号 她有着娃娃般的甜美外形 健康的身材及阳光形象 无论优雅 可爱还是性感的风格 都能轻松驾驭 魅力相当惊人 也让芭芭拉帕尔文 成为近年很炙手可热的人气超模 如今也以第六名登上全球最美女星 外网票选全球最美女星TOP5 艾玛华森 过去因出演哈利波特系列中的妙丽一角 红遍全球的艾玛华森 过去就曾多次入榜全球百大美女 还曾在2011年拿下冠军 如今以第五名高居外网票选全球最美女星 丝毫不令人意外 艾玛华森不仅五官精致立体 情形的气质更是他人无法复刻而来的 也难怪艾玛华森又被誉为好莱坞公认最漂亮 脸蛋 真的从头到脚零缺点 外网票选全球最美女星TOP4 麦利希拉 麦利希拉早期透过迪斯尼经典映集 孟汉奈走红 成为全美青少年偶像 后更跨足了电影几个手界 陆续发行了多张专辑及参与多部电影的拍摄 而去年的一曲 Floers更是将麦利希拉的声势推上巅峰 拿下人生首作葛莱美 而麦利希拉可能不是典型的标志美女 但她美的自信 大方且从容 就像麦利曾说过的 不完美极是美丽 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就能完美绽放奶的美 外网票选全球最美女星TOP3 Blackpink Lisa Blackpink Lisa有着洋娃娃般标志甜美的外貌 小小的鹅蛋脸搭配昏血儿神韵 加上167公分的高挑身材 完美九头身比例 也让她因此或风为人间 巴比 在全球抖音或超高人气 更曾多次入榜全球最美女星榜单 而她在巨大的争议声中 只一出演风马秀之后 个人资源有了很大的变化 在巴黎时装周上 惊喜为品牌LV受邀现身巴黎时装周 出场前30分钟才宣布出席 还是压轴出场的Lisa 话题度却直接秒杀一整周所有艺人 其中更是包括三个队友 便让品牌成为此次最大 外网票选全球最美女星TOP2 迪丽热巴 迪丽热巴是典型的浓业系美女 天生就是美人胚子 新疆出身的她 外表带着一股阴郁感 不关精致又立体 还有169公分高挑鲜瘦身材 外形毫无一触短板 穿起古装更是嫌弃逼人 上镜特别吃香 而她也在花儿与少年思路季的节目中 跳了一曲热烈明媚的新疆民族舞 这段新疆舞视频很快跳出了圈 海内外观众也纷纷点赞 中感受到了中国民族文化的魅力 真切感受到了中国文化之美 节目中她穿着极具民族色彩的服装和饰品 是来跟戏长的麻花辫子 随着翩翩起舞的她一起舞动 值得一提的是 迪丽热巴的左手上还带着一朵鲜艳的花朵 在灿烂的阳光下娇艳欲滴 如同热舞的迪丽热巴一样 鸣艳动人 舞蹈 美人和鲜花相得一张 融为一体 而每每遇上外貌排行 迪丽热巴也总是名列前茅 这次更成为唯一挤入 歪网票选全球最美TOP10榜单的中国女星 可以收拾中国最美女星TOP1TWICE 周子瑜 TWICE子瑜近期可以收拾好消息不断 身为TWICE的门面担当 周子瑜出道以来 就经常因出众美貌引发热议 仙女美貌无需赘述 站在人群中总是吸睛焦点 还曾多次入选世界百大美女 如今更一举夺得歪网票选全球最美女星冠军 爵士神烟再次受到肯定 不仅如此 2023年没有任何活动的子瑜 在2024年可以说备受重视 除了此前提到的专辑宣传机明显的推广上升 从MV镜头时长增加 IJ的排队 2月才担任劳鲁大使 先几日 他又和队长知笑携手参加精品活动 一身礼服展现满意的贵气 当日子瑜携手队长知笑 一同现身出席Gucci在首尔举班的活动 见子瑜的整体扮相 上身穿白色衬衫 下身搭配品牌经典花纹的短裤 手提酒红色亮面练包 时尚气场十足 而近日 南韩大使女团TWICE又 登上了高人气的音乐节目Killing Boys 连唱30分钟的歌曲串烧 从出道到现在首首经典 让粉丝大呼太过瘾 唤起了网友与粉丝们的美好回忆 有人称赞说 唐福听了一场精彩的演唱会 并且由周子瑜站C位 上架12小时内 观看次数破150万 从出道去开始 各位粉丝们是不是也跟着唱起来 真的首首经典 整整30分钟影片唱了19首歌 从出道到现在第一次上这个节目 影片上架不到一天 已经吸引近200万流浪人次 登上影音平台发售第四名 粉丝大呼 进去 感觉太过瘾 外网飘现全球最美女星 TWICE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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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